今天胃口不开想吃一个清淡一点的菜 这个菜谱正好补钙补铁 现在开始准备一些材料 两个鸡蛋 将鸡蛋放在水里清洗干净 然后倒入碗里 准备一把香葱 将葱切成粒 将切好的葱倒入鸡蛋里 放一点调味料盐 再将鸡蛋和葱花搅拌均匀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今天的菠菜很新鲜 我就买了一半 首先将它的头去掉 再将菠菜切成段 然后放入水里清洗 如果有时间菜还没切之前 放在水里泡半个小时 这样菜就会更加的干净 现在将菜清洗两遍 材料准备后我们就开始开炉了 炉开后倒入水 水开始冒泡泡的时候 倒入油 盐 盐 糖 在水里将糖盐搅拌均匀 水开后放入菜 水不要放太多 菠菜的营养会流失在水里 现在将菜尽量的泡在热水里 最后放入水里 这种菜受热更加均匀 容易熟 水开后煮30秒 这个菜就可以了 现在将菜倒出来 去掉水分 去掉水分 菠菜不要煮的太熟 太熟 它那个菜就粘在一起 看起来不好看 现在将菠菜倒入碟子里 将菠菜整齐放好 现在将油倒入锅里 将油均匀的缩平在锅里 油热了 将之前准备的鸡蛋倒进锅里 你看到锅里的鸡蛋开始白了 你就铲一下它 再将蛋汁留下下面那里 熟的铲起来 蛋汁留下去 这样煮鸡蛋容易熟 煮鸡蛋的时候 你一定要留意 不要给它煮老了 鸡蛋不要反过来 反过来等一下就不好看 上面那个蛋肉也不要干 干了也不好吃 现在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将鸡蛋插平 再倒入菠菜里 再将鸡蛋铺好 然后在鸡蛋上面放些辣椒 这样的鸡蛋是不是好有食欲 今天的视频你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点赞哦 有时间给一个留言给我 也可以写一个评论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